新生食材学校 不过在明都大学 这是老师在接种动员 面对面来跟这些学生来做做团 这是明都大学 担接纪年新生 要让他们更食材的学校 因此就来基盘到新生和家庭的做团会 学校是特别动员 就专门老师 甚至也有些学研议党 可以做人都亲身 来跟学生面对面做团 希望观众这些学生今天 也有家庭能感受到学校 对学生的重视 明都大学是基盘他们这些新生 去家庭的做团会 他们保护几十个餐厂 和书长可以跟学生 去家庭并对面来做团 经济明都大学表示 为了和学生可以进行了解新的学校 也和家庭可以设置明都大学 所以来基盘这次的活动 学校对这次的活动是非常重视 国家他们的议长也和习主任 以后都是专丸来出动 这种的议用 可以说是台中议学当中非常感激 欢迎各位家长 各位新坚人 出席今天的明道大学 以新鲜能有约的茶会 那么明道大学 自从2001年创校以来 就秉持着热情 理想实践的精神 那么来教育学生 今天 我们的师长们 就展现出他们的热情 那么将各个系所的 办学的理想 继续民意的 来跟各位家长 各位新坚人 做一个说明 明道大学 表现 透过他们新的作丹会 相信他跟家长 可以亲自顺问 好好的老师 各种相关的问题 而且因为参加的私人当中 都是由各个人的一顶 所亲自创业 所以有什么样的问题 现场都可以 变相对的解答 相信他跟家长的欢迎 都是相当的好 可以说是让家长 都对新的学校 有了最好的影响 这期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